我们这个FAQ是关于CM1284 在CoreView底下的各个视窗的大小跟位置的设定 那首先呢我们先开启这个Tourbar 那可以看到现在是CoreView的状况 那如果要对这个大小跟位置 视窗的大小跟位置做修改呢 请按这个笔形按钮 那我们以这个视窗E为例 在这个模式底下呢 你可以对它做位置 对它做大小的修改 那可以看到呢 这个大小呢是等比的放大 那这边呢有一个关于第几层的这个按钮 假设像现在的这个状况呢 视窗E被234挡住 我们可以按这个按钮 让它到最高层 那一样的 这个其他的视窗呢 也可以依据您的需要来做调整 那在做完设定之后呢 可以按这个勾勾 来对其做确认的动作 那不要忘记了 在按了确认之后呢 你必须要按这一个按钮 来对这个profile来做一个储存的动作 那以这个状况呢 那以这个状况呢 我把它存在FN1 好的 现在已经完成了储存 那事后呢 如果你想要呼叫出之前储存的profile 只要把这个toovar呼叫出来 像现在我按F2 它就会呼叫我之前存的profile的状况 那以上就是这个视窗大小的储存 跟大小修改的FAQ 谢谢